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時事 我是李斯 今天是5月25日 和大家看看幾則重點新聞 防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昨天開會商討打擊濫用公共問題 結果一致通過四項收緊政策 包括提租戶每兩年要申報是否持有物業之外 租戶也要授權防委會查核資產狀況 付戶遷出的限期也會減至四個月等等 小組委員梁文廣指出 會議中各委員對於執行時間、加強執行措施等等 都有一些討論 至於申報的措施會否增添居民的負擔 委員期望有關表格能夠更簡單和清晰 甚至可以考慮電子化申報 有輿論就認為付戶濫用公屋由來已久 當局正是好事 但交由住戶自行申報 隨時出現漏報 一旦抽查不足 恐怕又是淪為一指空文 港府已經不是首次收緊付戶政策 但每次都是雷大與小 現屆政府會否認真抽查和執法 將會成為政策成敗的關鍵 在轉看國際消息 南韓總統尹錫月日前應邀出席 在日本廣島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 在韓美日進一步靠攏的節奏之下 尹錫月政府對華外交缺席 令到憂慮的聲音刺起彼伏 根據南韓官方22日發布的數據 5月1日至20日 南韓對華出口減少了23.4% 5月4月南韓對華出口連續11個月下降 南韓輿論指出 尹錫月政府上台一年 只顧韓美同盟失去了對華外交行動 損害過去支撐韓中關係的經貿領域 分析認為為了避免刺激中國 尹錫月政府向美國靠攏 同時也應該發揮外交技巧 北韓一旦發生重大變局或突發事件 如果沒有中國的合作 幾乎不可能妥善處理並實現和平統一 制定對華以及對俄羅斯的外交戰略迫在眉睫 也有輿錫認為 尹錫月政府的外交政策 一直朝著聚焦韓美同盟的方向推進 雖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 但在外交舞台上 如果過分顧著一擇一方 將會面臨不小的逆風 南韓不妨先向中國提議進行對話 尋求突破 轉體下澳洲總理亞爾巴內塞星期三 和到訪的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雙邊會談 雙方還簽署了一項移民協議 鼓勵更多印度學生和商人 前往澳洲求學和發展業務 印度是澳洲的第六大貿易夥伴 目前澳洲正尋求和包括印度等國家 建立更緊密的貿易關係 通過出口市場多元化避險 以免過度依賴最大貿易夥伴中國 近年來隨著中國對某些澳洲產品實施限制 令澳洲改善和印度經貿關係的努力 變得更加迫切 這次是莫迪自2014年以來首次訪澳 他和亞爾巴內塞一起出席 在悉尼最大身外體育館舉行的集會 受到好像是搖滾巨星般的歡迎 這場集會吸引了大約2萬個印度僑民參加 印度僑民只是佔澳洲人口的3% 但就是澳洲境內、第二大 以及增長最快的外僑社群 僅持於英國裔 有分析就指出 在這次的聯合亮相中看到的是 澳洲和印度國內外政策的交融 他們以散居在澳洲的印度僑民為中心 並利用雙邊合作關係的優勢 尋求資金和支持 好了 今集的都網時視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